一名女子因身体非常疲惫且会不知不觉睡着而前往就诊,怀疑自己肝脏发炎。 医师检查后发现女子肝脏没事,反而是血红素相当低,只有正常人三分之一的量。 判定不是妇科就是肠胃道问题。 然而女子经期与粪便皆正常,医师随机照大肠镜。 经觉女子有个四五公分大的肿瘤卡在肠中,确诊第三期大肠癌。 经过询问,才发现女子家中一习惯导致忽略了离癌警讯。 肝胆肠胃科医师叶秉威在节目《医师好蜡》中分享。 一名女性前来就整称自己感觉身体非常疲惫,并称以前似乎有肝炎代源。 坦炎自己近期会不知不觉睡着,认为应是肝脏发炎造成。 女子经过检查,确认肝脏没事。 然而叶秉威在与女子讲解报告过程中, 发现女子非常苍白且身体看起来相当虚弱。 走路也叫慢。 叶秉威判定女子有贫血症状,随即替女子抽血。 经查女子血红素只有4点多GDL, 与正常数值12克DL相距甚远。 等同只有三分之一正常人的量。 叶秉威称血红素低的主要原因不是妇科就是肠胃道问题。 然而女子经血正常且粪便也没有带血。 叶秉威判定应是肠道出问题, 便替女子做了大肠镜。 然而内视镜镜到直肠与乙状结肠交界就进不去了。 经觉有一个4-5公分大的肿瘤卡在交界。 叶秉威惊呼大肠已经快要狭窄了。 且该大肠癌如此严重已经有一年多以上的时间。 叶秉威称大肠癌通常症状为大便带血。 大便变得很细, 然而女子却都没有这些症状。 反而是以泪来表现。 后来经过询问才发现女子家中都使用免制马桶。 等同女子从来没有擦过屁股, 也没有看过粪便。 因此忽略了疾病开始的简讯。 后经过电脑断层一座, 判定女子已是第三期的大肠癌。 叶秉威坦言很难谈治愈, 只能尽量地延缓病情恶化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